第73届NHK红白歌唱大赛彩排两天 Tress在彩排中登场并接受了记者采访 收到歌曲Celebrate 当天迎来26岁生日的Sana收到了祝福 Sana笑着说谢谢大家的祝贺 今天乘坐飞机从韩国来到了日本 在飞机上和成员们一起过生日感到非常高兴 彩英提到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发行计划 12月22日 彩英出现在GK Korea 展示了独一无二的个性造型 在杂志采访中 出现了如果准备个人专辑 会展现怎样的面貌的提问 彩英回答说 我想在第一张专辑中展现最自然的样子 哪怕只有三四首歌曲 也想用自己参与的歌曲填满 所以从今年年初开始学习原声吉他 之前17日 彩英在自己的因斯动态进行了体温目击 并回答了solo歌曲什么时候发行的提问 彩英回答道 等待就会带来福气 让粉丝们期待solo专辑的发行 彩英对个人专辑表现出自己的构想和动向 希望关注今后的动向 爱豆韩语社 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